歡迎收看全民音檢終極寫作 大家好 非常高興用到我們全民音檢終極寫作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針對於全民音檢終極寫作 的兩個項目包含中翻音以及英語作文 兩個部分來練習分析 那麼今天我們要談到有關於中文翻成英文 這樣的一個技巧比例練習 那麼怎麼樣把一個中文能夠通順的 能夠達意的能夠連貫式的把它翻譯成一篇英文呢 那麼以及怎麼樣注重它裡面的文法結構 這個用字遣詞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主要的這個課程內容 當然也希望整個內容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好的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全民音檢終極寫作 第三集第一部分 中翻音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說明 請將下列的一段文中文翻譯成通順 注意通順 達意 就是它中文所隱含的這個意思能夠很清楚 我們用英文來把它表現出來 而且前後連貫 也就是說它其實最後就變成一篇小篇的作文了 能夠上下連貫 然後有頭有尾的一個寫作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從中文裡面怎麼來看成這個英文 去年夏天我開始我的第一份兼職工作 好 從去年夏天 那這個就是一個過去的一個陳述了 last summer 去年夏天last summer 我們這邊打一個多號表示去年開始 當然時間可以擺後面 但是既然它把時間放前面的話 我們通常就把它擺在前面 比較強調從什麼時候開始 last summer 去年開始 我開始我的 我開始當然是開始有兩個字 一個start 一個begin 一個begin 那當然過去是started 一個是begin 那麼開始 I started 我用這個用 它用這個地方 范例呢 它用這個started 開始我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要翻 會卡在這個地方 我的第一份兼職工作 好 注意所有格要先出來 所有格叫my 第一個 my first 這個first呢 我們在國中學過叫做敘述第一 那當然我們都有觀念 敘述前面要加定罐詞 或者所有格 那你加的這個所有格 你不能my love fast first 你不要再加一個定罐詞 這個就不對了 文法上my跟定罐詞不能同時使用 所以我們加了my的時候my first 直接過來 第一個 好 一份兼職的工作 兼職我們叫part-time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part-time 好 注意喔 工作不要寫work 因為這邊的工作是指有薪水 那麼有薪水可以領到錢的這個工作 我們叫做job 好 所以就變成說 last summer I started my first part-time job 這個第一份兼職 這個兼職的工作 剛開始的時候剛開始 我們通常用in the beginning 或者at first at first 那麼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母親覺得這只是一份 覺得怎麼樣 後面放一個紙句出來 這只是浪費時間 覺得這個字是動詞 所以後面會放一個叫做受詞 也就是說這個受詞就是一個紙句 而這個紙句當不 這個紙句整個當這個所謂受詞 那麼也就是所謂的名詞子句 好 我們看一下怎麼翻 好 那麼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剛開始時 in the beginning 一開始 in the beginning 或者是我們叫at first 好 my mother 我的媽媽 那這邊有一個let 這個let 其實可以省略掉 認為什麼事情let 好 那麼就是接名詞子句 這只是it would be 將是 好 我們先把這個範例的這個 這個寫法先寫一下 它這只是浪費時間 it would be a waste of my time 它是一個片語叫awaste of 浪費 本來這個awaste是廢棄物不可數 但是它這是一個片語 awaste of 就是浪費什麼什麼 浪費我的時間 it would be 這樣這個would要 這個所謂的 注動詞過去是 那麼就是所謂的will的過去是 would be 將會是 一個waste of my time 浪費時間 這個let 神就這樣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這只是一個awaste just just是附詞要放到後面 just a waste of time 或者it was only 那都可以 那麼用would be 這樣會是一個awaste of time 或者是just only 只是浪費時間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名詞子句放在這個 覺得think 那麼一定要翻成過去式叫note 這只是在浪費時間 好 透過工作 透過的話有沒有兩個計势詞可以用 一個叫buy 借由 還有一個叫做through through 那麼後面要放名詞或動名詞 我開始了解到 了開始 那麼就是begin to或start to 因為你後面再放一個動詞 這個開始 一個動詞 了解一個動詞 兩動詞 兩動詞怎麼辦呢 第二個動詞就變成動名詞或不定詞 那這個starting 我們最好 我們也可以用ing 但是我們通常看到都是用不定詞來接 而且如果可以用不定詞 要用不定詞的話 省著變化 後面就不用變化 有時候要重複什麼 那忘記就完蛋 所以乾脆用to後面放圓形 不定詞最方便 所以開始去怎麼樣 了解 了解是understand 或者是realize 或者see 那麼了解賺錢的辛苦 好 賺錢的辛苦 那這個地方又要接一個名詞指句出來 名詞指句 好 那麼 那麼這個有兩個寫法 我們先來寫一下 這個範例的寫法是說 我們看一下 所以浪費時間的透過工作 好透過中的buy或thru 我們用thru thru thru 透過 或者我們用buy 但是 他翻成透過的話 我們最好是用thru 透過這個字是thru thru 穿越thru 透過這個工作 好工作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用working 那有人會說 那walk不是也是工作嗎 名詞 那麼walk名詞它也可以叫作品 但是通常我們這個工作是指有在做運作 你有在做事 所以他用動名詞來的比較恰當 有在做 做這個運作的意思 透過工作working 那麼我開始 I began to or started to 當然這邊已經有started 我們這邊就begin 開始去怎麼樣 因為它是上下 上下連貫 有點像是寫作文 跟我們一句一句單句式的不太一樣 單句式你可以一直重複 但是如果連貫式的話 寫出來就像一篇作文一樣 寫出來 所以避免字的重複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 I began to understand understand you can realize 理解了解 這個字也可以叫實現 或者I see 了解 understand relie 了解什麼事情 後面這個動詞 後面就要接一個名詞子句 那麼這個名詞子句 我們有兩個寫法 第一個呢 我們說 這個了解賺錢的辛苦 就是多麼的 How hard 多麼的辛苦 It was to make to make to make money 那當然這個寫得比較深刻 多麼的辛苦啊 我通常了解到 如果你平鋪直樹的話 你可以用 understand that understand that 可以了解到 It was 或者寫 difficult 當然有hard的簡單比較 to make understand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 用感嘆句的句型 多麼的 How hard 那你也可以 平鋪直樹 了解到 It was hard 那當然 如果你這個是 用how hard 這種句型的話 你後面這個 這個 所謂的 形容詞 要掉到前面去 因為感嘆句型 就是用how hard 多麼的怎麼樣 How beautiful 多麼的美 It was 所以我們如果用感嘆句話 那後面的形容詞往前掉 那如果我們不用的話 就用名詞指句的話 就是realize that It was hard to make money 好 那麼多麼的 這個 賺錢是多麼的辛苦 好 Lear 4 好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樣 因此 因此我們有很多字 那Lear 4 是最標準的 還有這個Less Hence 等等可以用 當然也可以用瘦 但瘦的話比較像 國中在寫的感覺 或者一般我們在講話 so so 好 那麼所以說我們用 Lear 4 是一個中庸 最標準 我開始存錢 又來了 你看又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又有兩個動詞了 開始存錢 不再亂花 不再亂花錢 就是不再做這個動作 用什麼來取代掉 去 用這個存錢來取代掉 亂花錢這個事情 好 就變成這樣 我們開始寫一下 那麼I start to 裡面兩個動詞 動詞1 動詞2 所以他用不定詞來接 我開始去save money 不再就是取代掉一個習慣 instead of 這個劇情在高中才上到 國中沒有上到這個instead of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寫法 當然如果是你現在寫終極的話 當然是寫instead of比較好 寫終極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整個是要求要你前後連貫的英文 所以他應該是把你當成一篇作文在這個評論 而不是說你每一句都對 那個叫單句式翻譯 像我們大考考兩句他也是靈貫式 但是他至少是一二兩句 但是他這個一改是一篇 所以他一定把你看成一篇作文在改 小篇的作文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特別就instead of會比較好 取代掉浪費錢 浪費這個字 我們這個地方是a west of 是名詞 但是這個字也可以當動詞 叫westing 去E加ng 那麼他就直接接受詞 westing money 取代掉不要忘了 隨時注意介系詞後面一定要放動名詞 取代掉浪費錢這件事情 當然有很多人就說 那我不會用stat of 那怎麼辦呢 我開始學and I never never也可以用I never 不再west the money 浪費錢 亂花錢的亂不要翻出來 因為亂花錢就是浪費的意思 你要說這個亂要放在哪裡 那個亂 那個亂就是浪費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中文變成英文 它有一些要抓住那個含義 這個所謂的達意 亂花 亂 不是這個 這是亂七八糟的意思 它是指 它就是浪費的意思 所以答意要出來 好 所以這個要不再亂花錢 那你也當年也沒辦法 你可以寫用連結詞 and I never waste money again 不會再亂花 不會再浪費錢 好 那麼媽媽變得更高興了 好 my mom 變得 變得那就是過去 became 好 這個是我們不要忘了 國中學過連綴動詞 連綴動詞後面放形容詞 但是注意 所以在這個翻譯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更高興 答意 更高興的更要翻出來 更就是什麼極 比較極 所以 happier 去歪加一 更高興 而且是怎麼樣呢 不再反對我的堅持 and 好 不再那是否定 好 過去是 didn't 反對有一個字叫 oppose didn't oppose push my part-time job anymore 就這個叫做not anymore not的點點 這個國中好像就有學過了 anymore 再也不准 好 再也不如何 didn't oppose my part-time job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樣 用一個字叫against against就不在 但是against是用逼動詞 it wasn't against against against就靠著或抵抗的意思 不再抵抗我的這個part-time job 那也可以 那當然這個pose 其實就是反對的意思 反對的意思 那麼這個也是against 也可以叫反對的意思 但是它前面要必須放b動詞 而我們 pose本身是一般動詞 所以當然用一般動詞來的比較快 didn't oppose my part-time job anymore 好 整個就變成我們把你也吃好 Last summer I started my first part-time job In the beginning My mother thought it would be a waste of my time Through making or through working I began to understand how hard it was to make money Therefore I started to save money instead of wasting money My mom became happier And didn't oppose my part-time job anymore 整個就是中翻音的整個一個過程 這個佔40% 40% 另外呢 這個所謂的英文作文佔60% 100% 好 所以要過中音節 終極這一關第二次之後 相當要下功夫的 所以我們不斷的不斷的練習 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當然 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已接受 已接受到我們 最新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 下次全民間 終極 寫作見面 謝謝